第八百一十一集 虚黄 元旗催动金刚镯 此镯威能大放 便要收了他们 吴三四知道这银镯子厉害 刚才连紫幽明刀都被收走 连忙带着玉川公子仓皇而逃 但是金刚镯记起之后 连天地时空都被锁定 他们尽管修为强横 吴三四又是仙人 也难逃金刚镯的威力 玉湖真人和四大神王 也被金刚镯锁定 众人身不由己 纷纷跌向金刚镯 四大神王各自出手 催动天道神通 攻向金刚镯 玉湖真人也自施展神通 不是攻向金刚镯 而是攻向元旗 他上次被金刚镯锁定 不得不丢掉所有法宝 金蝉脱鞘 但是事后回忆这番遭遇 立刻意识到 此宝太过强横 逃脱一次两次是运气 不可能次次逃脱 况且也没有这么大的财力 唯一的办法 便是攻击祭宝之人 使对方无法记起法宝 即可逃出金刚镯 他的神通还未来到元旗身边 突然一口大钟横身而来 罩在那条大蛇头顶 层层光幕瀑布般流下 大钟飞速旋转 光幕上各种天道符文流转不休 只听当当当的声响 不绝于耳 玉湖真人的攻势 竟然被那口大钟挡住 只是钟碧被打得 坑坑瓦瓦 显然支撑不住 金步一剑状 立刻挥起两口神刀 刀光如脸舒展开来 围绕大钟和元旗上下翻飞 刀光密集无比 其他人等也立刻意识到 元旗才是关键 当即立断 纷纷催动神通 向元旗攻取 金步一和大钟立刻吃不消 许应剑状 连忙催动胡天正道经 将元旗金步一和大钟挪移出去 元旗气息不稳 玉湖真人 玉川公子等人 立刻从金刚卓的威力下逃脱 无论许应 元旗等人 还是玉湖真人和玉川公子等人 都如是重负 玉湖真人与玉川公子等人 立刻各自施展神通 化作一道道流光破空而去 匆匆逃离 许应也催动胡天正道经 身形流转 避开玉湖真人等人攻来的神通 飘落下来 元旗收起金刚卓 心有余悸 玉湖真人的确有些手段 阿英 你刚才怎么没有动用那口残剑啊 许应摇头 我能调动残剑 只是侥幸 那残剑将紫游明刀斩断 觉得大户全胜 便不听从我的调遣了 主仙残剑并非他的法宝 只是兽击 这才与许应交感 大展威风 但斩过威风之后 才不管许应死活 依旧老老实实地悬在 庇游宫外的天地之间 元旗呆住 想了想 倘若玉湖真人 玉川公祖他们 刚才没有逃走 而是杀回来呢 许应举起半块紫游明刀 示意他张开嘴巴 倘若他们杀回来 那么落荒而逃的 便是我们了 元旗张开大嘴 带到许应走入自己腹中 才断绝不妥 阿英 这把残刀是帝君之宝 若是帝君要收回此宝 会不会把我肚子剖开啊 不会 我在上面十加十六字封印 镇住此刀 他将残刀放在 元旗腹中的天道小世界中 转身走回 元旗的声音传来 哎呀 十六字封印 不是帝君所射的封印吗 它能射也能解 还有 你的细衣之玉 也可以收藏此宝 你怎么不放在 自己的细衣之玉里啊 许应走出他的嘴巴 我怕帝君把我肚子剖开 不过你放心 有了我的封印 帝君肯定感应不到 此刀的具体位置 连具体位置都感应不到 他自然无法破解封印 话虽如此 元旗还是不怎么放心 总觉得他有些不太靠谱 许应登上另一座 玄独玉京山 向山顶的那座宫雀走去 大众飞来 努力将身上干瘪的地方撑开 阿英啊 咱们不尽快离开嘛 若是玉湖真人 他们杀个回马枪的话 此一时比一时 刚才他们还有机会 杀个回马枪 现在他们没有任何机会了 大众不解 金不宜仰头张望 帝君用紫幽明刀镇压的东西 好像没用死 大众顿时醒悟 玉湖真人等人的确没有了杀个回马枪的机会 许应来到山顶 只见宫雀外的门额处写着 玄独七宝宫几字 文字极为古捉 极有神韵 这座宫殿外还有着巨大的神树 只可惜已经拦腰折断 但是树桩依旧像是一座小山丘 很是壮观 宫中光芒阴晕 传来阵阵道音 许应听到道音 神情有些恍惚 不自觉间又有一段记忆从古老的封印中复苏 他看到那十八九岁的自己走来 从自己体内穿过 走入了玄独七宝宫 古老时代的太上无疾虚皇大道君 也不复存在了 他听到自己的声音传来 虚皇道君 我借你宝帝悟道 将来必有回报 仙剑 帝君枯座调动元神 身后大道如伦 大道轮旋转 又有十二道轮贯穿那大道轮 十二道轮之中 皆有一个帝君 是他的身外化身 他开创九天十地破魔诀 但自身早已超越这门功法的范畴 达到更高的高度 如今更是修炼到十二道轮回圆满的境地 帝君冲击更高境界 但是始终境界受阻 难以违纪 仙界群仙 人满为患 仙界的资源也都早就有主 我如今掌握的资源 让我难以再进一步 帝君叹了口气 张开眼睛悠悠说道 我若是想再进一步 便需得上头有人掉下来 没有人掉下来 空出这个位置 我便休想爬上去 突然 他心血来着潮 不由的脸色断变 我的死用命道 我混账 真是混账 五三四白玉川 你们真是不让我省心 他豁然起身煞气迎天 随即意识到不对 立刻按压住道心中的魔性 甲父而作 闭目凝神 过了片刻 他将道心中的魔性提炼出来 屈指一谈 一道黑光破空而去 坠一向下界的微虚 那黑光落入微虚 便化作天魔 伺机进入凡间 然而这微虚中天魔遍地 不是他所能逞凶的地方 而且天空时不时裂开 一道道黑光从仙界飞来 也都是天魔 仙人们修行过程中 展露的魔性都被丢在这里 帝君恢复平静从容 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盯着上头 但我下面 也有无数双目光盯着我的位子 我不能犯错 仙界需要有一场大流血 大血洗 才能空出许多位子 他心中默默想到 三界潮汐 会是一个机会吗 第八百一十二集 倒数 三界潮汐很多人都在盯着这个机会 而在此之前 绝不能犯错 许应 我便先容忍你一下 帝君气息缓缓 平复低声说道 四万多年前 我发现忘乡台中的玄都玉京山中 有古老时代的天地大道复苏 所以留下紫幽明刀阵阳 我用磁宝斩断那里的天地大道 时隔四万多年 料想此次白玉川前去 可以得到这笔功劳 没想到 却遇到了你 他目光深邃 望向下界的时空 仙界是更高等的世界 但是如今仙界正在向凡间靠近 凡间的诸天万界聚在一起 如同飘在海面上 星空璀璨 如同海水 四万八千年前 是你唤醒了玄都玉京山中的天地大道 对不对 如今你卷土重来 在玉京山破坏我的计划 难道你已经恢复了往日的记忆 他脸色微扁 久久不语 他绝不能让许燕恢复记忆 东山再起 望向台 玉湖真人 玉川公子等人 逃出金刚卓的笼罩范围 正在望向台中仓皇奔命 玉湖真人突然醒悟过来 不对 不对 若是许映想杀我们 为何不记起那口残剑 那残剑连帝君的紫庸铭刀都能斩断 他只想将此剑记起 我们都将再见南投 玄空玄天也自醒悟过来 玄空说道 他并非是不想杀我们 而是不能 因为那口残剑不在这里 且不在他掌控 吴三四和玉川公子也顿时醒悟过来 玉川公子咬牙切齿 三四师兄 我们杀回去 先布下九天十地灭绝先阵 再记起紫庸铭刀砍了你条蛇 便可以收拾许映 吴三四称是 玄星玄尘两大神王 却望向玄天和玄空 很是戒备 玉湖真人呵呵笑 玉川公子 大恶人许应作恶多端 我们之间的恩怨暂且放下 先除掉他 之后再来论个是非屈直 你们意下如何 玉川公子说道 好 一言为定 众人正要折返回去 忽然玉川公子心中微动 一张金转鲜鹿 自他眉心中飞出 传出帝君的声音 玉川 玄都玉京山势不可为 不必先去了 玉川公子连忙攻身下败叩首 弟子有父老祖宗的期许 帝君声音从鲜鹿中传出 此事本不怪你 是我考虑不周 当年许英是我最棘手的对手 让你去对付她 的确是小觑了她 你未能斩杀七宝宫中的大盗 那大盗复苏 你再去便是送死 不远处的玉湖真人文言 心头一突 顿时打消回去的念头 向两尊神王抛个眼色 悄然溜走 玉川公子瞥了他们一眼 帝君 弟子等人遭遇仙界玉湖仙人的偷袭 这才进退失局 以至于被许英所趁 那仙鹿中 帝君的声音笑呵呵的 我与袁君是竞争关系 一向是斗而不破 私下里反倒是知交 玉湖真人是袁君面前的红人 他若是死在我的手中 袁君一定会埋怨我 所以做得干净了 玉湖真人毛骨悚然 不由分说 立刻破空而去 玄空玄天两大神王 也自疯狂向望乡台外冲去 不敢停留 一川公子记起半截 子由鸣刀杀气腾腾 率中追击 道光一出 虽是残刀 但是还是将玉湖真人逼出虚空 不要放过他们 吴三四率领两大神王随之杀去 玄都玉京山 居住在此地的人 能叫虚皇道君 这个无疾虚皇大道君 到底是何人 徐映走入玄都七宝宫 更多的记忆如同潮水般涌来 那是他第一事实的记忆 多数是在此地感悟天地大道所得 徐映看到当年的自己 为了定六大彼岸 聚集六大彼岸的天地之气而炼仙药 来到这里 七宝宫中也有一株只剩下木桩的古树 残缺腐朽 断畜参差不齐 他就住在树桩中 一住便是十数年 十数年间 他哭作不动 任由岁月流逝 时光推移 也未曾离开过 甚至都未曾起身 徐映站在记忆中的自己身边 看着这个道心坚定的年轻人 这就是当年的自己 他的道心 比如今的自己还要稳固 还要坚韧 认定一个目标便绝不会更改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他要完成一场大宏愿 这场宏愿是要造福无数人 造福黎民苍生 让每个人都可以修炼长生法门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仙药 每个人都可以像仙人一样 长生九世 到那时 人间何尝不是仙节 他称这种法门为挪 人难长生为挪 挪法便是长生之法 如今 他已经完成了 五个密葬彼岸的仙宫和仙卢 玄都玉京山 是他最后的感悟之地 完成这场感悟 他将炼制一座玄都玉京宫 为天下人炼制六密山 煎妖 徐英望着身边这个年纪稍长的自己 发现 他很像父亲 那个在许家平授课的私塾先生 参舞天地大道师 很是用心 一丝不苟 他神态坚韧 如父亲一般 而且心地善良 保持着纯真的道心 徐英看着记忆中的那个自己 如今的他道心不如第一世的自己 他的心地也不再那么善良 道心也不再纯真 他心中默想 我在逐渐恢复第一世的记忆 我的道心也在渐渐成长 但可能第一世的我所拥有的那份纯真和善良 永远也回不来了 他真是这一份记忆 就像自己曾经拥有过 今后却不能继续拥有一般 记忆中 他的四周各种天地大道的烙印逐一浮显 他的耳畔各种道音震动 各种感悟分支塌来 他便是在此地领悟出玄都玉京宫的炼制方法 炼成这座仙宫 放置在玉京彼岸 但是这些感悟都是古老时代的道法神通 并非当今世道的道法神通 十多年的记忆复苏 许映走入宫中时 便已经将这十多年的记忆阅览一遍 第十六个年头时 第一世的他悟道 引来四周古老时代的大道共鸣 陷入一种玄之又玄的奇妙状态 待到这次悟道结束 他从枯死的树桩中站起身来 郑宇离开 却见那株树桩腐朽的木身中 生出一根嫩绿色的枝牙 游离在天地间的大道烙印 如同蝴蝶 被枝牙吸引 飘飘荡荡而来 时不时有大道烙印钻入枝牙之中 每当此时 枝牙便长大一些 第一世的徐映 见到这一幕露出笑容 转身离去 徐映看着第一世的自己迎面走来 从自己身体里穿过 记忆的画面消失 映入他眼帘的 是一株古捉的树木 匆匆郁郁 自枯木桩中而生 活出第二世 这是一株由天地大道形成的沧桑大树 生就八条粗壮枝杆 如囚龙四面延展 刺穿苍穹 其叶脉络清晰 脉络如道文散发道光 这是一株大道之树 徐映顿时醒悟 帝君的紫游明刀 所要砍伐的 就是七宝宫中的这株大道之树 帝君未伐此树 祭到四万多年 只差白玉川那一点火候 便可以将此树伐刀 他来到树下 抚摸树身 大道之树散发的道光 欲发明亮 道音欲发厚重 玄妙万千 徐映坐在树下 随着那道道光芒 不知不觉间 进入玄之又玄的悟道之中 四万八千年前 他在这里用十数年的努力 让枯木逢春诱惑心生 今日 他坐在树下 这株古树 用自己这四万八千年 整理的天地大道 助他一臂之力 让他参悟更多 此次际遇 正是一饮一浊 一阴一果 极为玄妙 元七 大钟和金步一夜 进入宫中 见徐映正在参悟 到树下奥妙无穷 他们于是也来到 徐映身边 各自聆听参悟 元七与金步一 大眼邓小眼 大钟迷迷糊糊 旋转不停 过了不久 他们便宣告放弃 大钟说道 残悟这些干嘛 等到阿应残悟出来 让他告诉我们 我们赵巢便是 元七与金步一连连点头 他们在这座 玄都玉京宫中 四处溜达 只是这玉京宫中 空无一物 并无多少稀奇的地方 所谓七宝 不知是哪七宝 宝贝何在 元七疑惑 谁把我的宝贝都洗劫了 金步一飞上天空 居高临下俯视两座 玄都玉京山 只见除了门外的树桩 和宫中的树桩之外 玉京山上 还有六颗古老无比的树桩 总共八株树桩 不过除了宫中的树桩之外 其他七株都已经腐朽 破败 没有任何生机 他降落下来 正要告诉元七和大钟 自己的发现 忽然记不起元七的名字 急忙悄悄取出自己的小本本 翻开一番 这才说道 牛元七 这山上还有七颗树桩 七宝是不是与之有关呢 那是八颗树桩 与七宝自然无关 否则便不叫七宝宫 而叫八宝宫了 此地的七宝 多半本人取走了 金爷 阿硬说你在太阳里修炼 是真的吗 大钟也凑上前来 太阳中好玩吗 我的确在太阳中修炼 不过那里并不好玩 那里闹鬼 尤其是近几年 闹鬼愈发严重 元七和大钟诧异 太阳中居然还能闹鬼 金不宜的小巧元神 悄悄取出自己的小本本 翻看自己记录的诡异事件 本体则在前面说道 太阳中有许多规模巨大的楼船 比我的体型还要庞大 被铁链锁着 上面有很多骸骨 像是一支古老的舰队 我刚去的时候 好像看到上面还有未化的尸体 尸体还动了动 但是那几年都没有出问题 直到去年 那些长有血肉的尸体 张开了眼睛 大钟慎得当当作响 颤声说 然后呢 他们就在船上走动 像是没张脑袋一样 撞来撞去 又过了几个月 太阳中有什么东西复苏了 从太阳内部抓住锁链 拖拽这些楼船 还有复活的东西 攻击我修炼的那座宫殿 我与他们打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后来那座太阳宫闹鬼 总有人在我耳边说话 但就是无法寻到 我不胜其扰便想回元寿看看 元妻诧异 他在思索 太阳里闹鬼 难道是古老时代的天地大道复苏 不像是古老时代的天地大道复苏 更像是闹鬼 有可能是宝藏复苏 元妻兴奋 阿应在这里参悟 不知何时才能醒来 不如我们与金爷去一趟太阳 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大众急忙否决 阿应在这里参悟 岂能没人保护他 宝藏夷一直在阿应肩膀上 有他在肯定能守护阿应安全的 大众犹豫了一下 我们速去速回 金不宜 于是探出利爪 一爪子抓住大蛇 一爪子抓住大钟 震翅飞去 化作一道火光 没多久便冲出望乡台 破空而去 元妻提醒 金爷 你不要忘记啊 我们是你的朋友 不是你补获的食物 金不宜笑道 我的记性比当年好了太多 绝不会忘记的 话虽如此 他的后脑勺处 还是有个小巧元神蹦出来 爪子提笔 在小本本上 用心地记下这件事 七宝宫中 徐英从那株七宝树中 参舞出的奥妙越来越多 渐渐的 身与树中大道相应相合 引发游离在天地间的更多烙印 他的肩头 仙虫 只见四周宛如道光邦阳 道音也愈发洪亮 急忙振翅飞起 私下打量 徐英帮他开启智慧 让他不再是一只浑浑噩噩的仙虫 此时 他已经懂得很多事 仙虫飞到高处 向下望去 只见宫外的那株枯败的树桩 竟不知在何时生出新的枝芽 而在两座玄独玉京山上 其他几株腐朽死亡的树桩 竟然也有嫩芽生处 正在道光中生长 仙虫偷偷飞出去 趴在门外的枝芽上 张口便咬倒树嫩芽 大快朵一 这时呢一只无暇的手掌叹来 二指轻轻一捏便将那仙虫捏住 仙虫大怒 奋力挣扎 凶恶至极 只听一个声音笑道 此树雕成 树下便是大罗天 我这道树有八竹 树关弥盖八方大罗 若是被你吃了那还了得 第八百一十四集 妖族震魔路 金步怡抓着元七和大中 飞行两日 终于来到太阳之所在 他是中老年金屋 飞到这里难免有些倦怠 我来这里是做什么来着 金步怡纳闷 元七和大中听到这话 便知道要糟 连忙说道 金也金也 看这里看这里 咱们打算进入太阳神宫 查看闹鬼事件 金步怡低头看去 只见自己一只爪子 抓着一条体魄巨大的猿蛇 一只爪子 抓着一口 打得不像话的大中 顿时了然 哦 左边重重 右边大过 前面就是太阳 这个大祸奴子 啊 是了 我是来这里 炖堂来着 元七闻言 吓得王魂冒出三丈高 连忙叫道 金也 朋友 是朋友 金步怡口喷一道金光 将大中喷得 滴溜溜地转动起来 越来越大 架在太阳上 很快便将中壁烤得通红 他抓起元七 便要放在锅里 自言自语 哎呀 再从太阳里 弄来一些原刺江夜 元汤 化元石 元七叫道 哎呀 金也 小本吧 快看看你的小本吧 哎 还有菜谱 金步怡愕然 元七和大中慌忙说道 对对 是菜谱 你翻到最新一页 金步怡恐元七跑了 抬脚把他摁在锅里 先煎一煎 去去兴起 把元七烫得死去活来 嗷嗷乱叫 他元神飞出 打开小本本 翻到最新一页 细细看去 突然醒悟 慌忙将元七从锅里捞出来 元七黑着脸 把肩黄的蛇皮退下 催动泥丸 动天 疗伤 金步怡 忙不迭的 向他和大中陪不是 一鸟一舌 一中 吵吵闹闹 进入太阳之中 金步怡的元神 时不时盯着自己的小本本 唯恐自己在以往什么东西 太阳内部 太阳神火温度极高 各种射线 威力惊人 还有 地磁原力的威力 更是如神刀一般 斩人元神 但好在 金步仪式 三足金屋 驾驭太阳神火 可以庇护大中和元七 没过多久 他们便看到巨大的建船 无比古老的楼船 铸造工艺 与如今的工艺不同 更像是古老时代的产物 表面烙印着许多道文 这些建船上 有着战斗留下的痕迹 尸骨到处都是 有些被太阳神火炼化 还有些被射线腐化 在太阳中 即便是先人的尸骨 都难以保存下来 而在这些古老的楼船上 居然有不少骨骼 金步仪所说的 那些张开眼睛的尸体 便在这些楼船上 金爷 咱们去楼船上看看 元七双眼放光 金步仪迟疑 船上有些尸体活了过来 恐怕会对咱们不利 大钟笑道 七爷有金刚卓在 还怕什么僵尸 再不计啊 我把帝君的紫密尤刀取出来 交给你砍净师 金步仪盲不迭地点头 于是一鸟一蛇一钟 落在其中一艘旗舰上 那艘旗舰骨骸遍地 即便是已经死了不知多久 这些海骨依旧散发着惊人的气息 太阳神火也不能焚化 地磁原力也不能消其海骨 每当火焰中的射线风暴冲击而来 便见海骨周围盗纹四溢 形成缓撞波纹 只可惜他们已经死亡不知多久 有的海骨挂在船舷上 有的被利刃洞穿 钉在甲板上 还有的伸手异处 有些像是死在阵法之中 被练得只剩下半身 腰伸处 还有灼烧的痕迹 还有的被距离打得嵌入船体 胸口穿着十几只剑鱼 应该是被打得嵌入船体中 又被射了十多箭 这才射杀 元七和大忠看得心惊肉跳 正要说话 突然他们身后多出一个高大的身影 元七 大忠心中一惊 金不仪不假思索 记起两口伸刀便要转身 突然那高大的身影 一只手按在他身上 便将他按得服服帖帖 那高大身影 鸟手人身 纵身骑在金不仪的背上 金不仪又惊又怒 记起双刀便斩 那只双刀还未落下 便被那高大身影抄在手中 将士们 还在吗 一个威严低沉的声音 从他背上传来 元七和大忠又惊又害 仰头看去 只见那人浑身金甲 抄起双刀 威武不凡 金不仪乃是太古一种 最凶悍的三足金乌 但不知被那金甲神人 以何手段驾驭的服服帖帖 竟然浑身金光灿灿 迸发出无比强烈恐怖的气息 显然 那金甲神人拥有一种非凡手段 可以让金乌的气息提升到极致 达到了人鸟合一的境地 大忠慌忙叫道 金也 你怎么样 金不仪想要挣扎 却又不舍得 我也不知为何 被他驾驭 反倒觉得很是舒坦 无论元神还是肉身 气血奔流 仅有与他一体的感觉 那金甲神人不知是生是死 浑身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周身道文缠绕 单手举刀 声音低沉 但是厚重有力 把元七的胸腔震得嗡嗡作响 大忠也被震得震震共鸣 东皇的将士们 该苏醒了 他的声音 有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感觉 鼓荡胸中气血 慷慨激昂 大帝给你们的任务还在 军令还在 镇压在太阳中的敌人未死 随我去征战 元七想要记起金刚拙 对他下手 却又不敢 这金甲神人体内传荡出的气息 竟然让他感觉到热血澎湃 体内远古轰荒的力量 竟在不断的觉醒之中 元七这些年跟随徐映修行 徐映从不吝啬 学到什么 悟出什么 便传给他们什么 元七也勤奋 虽然学不会 但是仗着肚皮大 抄在肚皮里便是了 他因此 早早的觉醒远古 元蛇的血脉 让血脉之力不断觉醒 达到成年 他现在的实力 甚至超越成年状态的元蛇 他本以为 血脉中暗藏的力量 已经被自己开发干净 但没想到 这金甲神人传出的气息 竟然让他体内的血脉力量 还在不断复苏 这恐怕是 古老时代的妖族秘术 可以将妖的血脉之力 发挥到极致的秘术 就在元七犹豫的功夫 突然又有一尊 银甲神人出现 站在他的额头上 与他气息一统 其我 元七大怒 但在下一刻 那银甲神人的道文一出 与他气血相连 元神共通 大有凌肉一体的感觉 元七只觉得无比的舒坦 但不再挣扎 心中也没了怒气 这银甲神人也是鸟手人身 一身披挂 大中大怒叫道 七爷 金爷 我来救你们 中爷别闹 金不宜 战役高昂 中爷 我等正欲私杀 不需要你来救 第八百一十五集 妖族震魔路 大中又惊又怒 突然那银甲神人探手 抓住钟鼻 法力灌入其中 道文道则围绕其飞舞 只见那些楼船之上 一句句枯骨 纷纷爬起 插满剑船的一口口残缺的刀兵 纷纷飞起 落在他们手中 无数枯骨 位列成牌 阵列整齐 如同一支 九经战阵的大军 肃穆庄严 东皇的将士们 金甲银甲两尊神人 同时大客 随我去征战 镇压乱党于你 将他们杀死在太阳中 将他们镇压在大日猴里 东皇与儿等同在 袁琪和金不宜 屁股上挨了一片 立刻腾空而起 向太阳深处飞去 一条条锁链 哗啦啦的抖动 却是一只只海骨大鸟 在太阳中震翅飞行 拖拽着那些古老无比的楼船 冲向郊阳的最深处 一个个宏大的声音 在太阳深处乍响 汇聚成洪流 冲向未知的封印 无数鬼神的声音在呐喊 而在太阳深处古老的天地大道在复苏 一座巨大的门户上的封印不断松动 封印在太阳深处的东西即将涌出 网香台 玄都玉京山 仙虫被捏住翅膀 想要分身变化 吃掉捏住自己那人 然而 他无论如何变化 始终不能分出分身 他是仙道生物 凶恶异常 可以一分为万 化作细微无比的虫子 啃人肉身原神 甚至连神通都可以吃掉 许印虽然点化他的神志 但是本能还在 剪刀般的大嘴 咔嚓咔嚓咬咬个不停 捏住他的那个人是个中年男子 倒鼓先锋 头戴七星宝冠 身着明光飞紧猪袍 笑着说 真是凶狠哪 罢了 我给你一点造化便是 他摘下一片树叶 把虫子放在树叶上 这片树叶被摘下 原处又长出新的嫩叶 那仙虫抱着树叶 小心翼翼的看着他 急忙震翅飞起 一溜烟的飞回七宝宫 回到许印尖头 这才慢慢啃食 周年男子走进来时 仙虫已经将那片树叶啃了大半 自身也大了一圈 他如临大敌 守护着许印不敢放松 突然 仙虫口中发出人声 如女子般轻垂 你是何人 他说出人话 这才一惊 心中纳闷自己为何能够说话 周年男子笑道 我乃东明高尚虚皇道君 是大道君的天地元神 大道君走后 我留守在这片道场 直到大道崩碎 我陷入死亡 仙虫虽然能够说话 但是脑筋着实不灵广 听得似懂非懂 他抱着那半片树叶又啃了两口 只觉渐渐耳目聪明 脑子也灵光了许多 你死了又活了 东明虚皇笑道 我便是此地的天地大道 随大道破碎而破碎 随道树复苏而复苏 仙虫又听不懂了 抱着树叶猛啃几口 玄都玉京山中 光芒涌动 其他七株道树 焕发第二春 涨势喜人 没过多久 便长成一人多高 不断地向上生长 这次 东明虚皇与许应氏相互成就 四万八千年前 许应在这里留下了一段善缘 帮助东明虚皇复苏一株稻树 这株稻树经历四万八千年的生长 聚集天地间破碎的大道烙印 许应故地重游 从这株稻树中得到这些大道烙印 增添了无数感悟 因此入道 整理玄都玉京山中的 更多天地大道烙印 以至于更多的稻树 复苏重生 轰隆隆的巨像传来 那是玄都玉京山被斩成两段的巨大山体 在强大的稻树稻栗的支撑下 冉冉升起 断山重连 两节山峰的断面 有大道相连 让山体练为一体 恢复如初 这幅景象 让望乡台深处的古老存在 纷纷震动 一个个宏大的思维 缓缓苏醒 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突然 一口大钟摇摇晃晃飞来 身上弥漫着仙道光泽 远远地便叫道 阿英 阿英 秦爷和秦爷被人打了 仙虫从许应尖头震翅飞起 急忙迎上大钟 你小声点 主人正在修炼 大钟周身坑坑洼洼 被打得极为凄惨 有些伤口甚至贯穿了终身 他被竹缠缠重练 可以自我修复 除非碰到了道伤 这次显然便是道伤 大钟惊声说道 嗯 虫爷 你能说话了 仙虫不愿 你个铜皮中都能说话 我为何不能说话 还有 不要叫我虫爷 叫我虫母 大钟连忙说 哎呀呀 快去叫醒阿英 去打救七爷和金爷 他们被一群妖族先庭的太阳手 当成伤口级 去遇被镇压在太阳关中的 魔头厮杀 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主人正在修炼 不能唤醒 要不 我随你前去 连七爷和金爷都已经沦陷 你能行 而且你去了谁手滑硬啊 这时 这位东明虚黄笑道 你们只管前去 这里交给我便是 大钟还是有些不放心 东明虚黄说 我是这片天地的元神 应该可保的安全 大钟这才放心 带着仙虫飞去 快走快走 去的晚了就晚了 三日后 望向台的天空突然动荡 只见天幕风卷云涌 不断地旋转 又有一道仙界洞天 轰隆隆地开辟 伴随着电闪雷鸣 洞天从天而降 与徐应相连 第三座仙界洞天 对应玉京密葬的洞天 就此自然而然地开辟成功 八珠稻树生长的速度 渐渐放缓 天地大到烙印的凝聚速度 也渐渐不如从前 徐应在此时悠悠醒来 抚养天地 心潮澎湃 她来到望向台 本意是寻找父亲的下落 没想到却误打误撞来到这里 寻到了从前自己的痕迹 她也因此开启 第三座仙界洞天 体内阴阳之气调和如一 有一种性命勃勃 生生造化 无穷无尽的感觉 打通阴阳与天同寿 与地共存 大抵便是这种感觉 她站起身来 心中有些惆怅 第一世的我来到这里 没有寻到父亲吗 父亲如果还在望向台的话 当年我们应该 便会相认了 就算第一世时没有相认 这一世他来到此地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父亲如果在此 肯定会发现 可是 父亲至今没有前来 可见当年 他躲开放松怀的追击之后 便离开了望向台 东明徐皇走来笑道 四万八千年前 小友离开此地的时候 我还是一株小树苗呢 第八百一十六集 佛祖念珠 东明徐皇请徐英落座 一起观看玄独玉京山 翻天覆地的景象 徐英观察东明徐皇 知道他定是这片天地的原神 他见过类似的天地原神 是古老存在的志强者存在 以自身大道演化天地 而形成的天地原神 此等原神 会随着天地的覆灭而覆灭 但当天地大道复苏 他们也会随之而复生 东明徐皇对他的目光毫不在意 我乃徐皇大道君 众多天地原神之一 当年此地是徐皇大道君的道场 再次拨道 我因此而生 这片天地大道远未恢复到巅峰 巅峰之时 此山高悬宇宙之巅 比仙界更为高的 独立于世 称作大罗道境 他话锋一转 摇头叹道 可惜啊 哪怕是大罗道境 也有凋零枯毙的一天 这时间也没有什么是不朽的 徐应对何谓大罗 何谓道境已巧不通 也不知道高悬与宇宙之巅 是什么概念 这些已经超出了 他的认知范畴 徐应询问 道兄 古老时代阴河没落 这望香台又是怎么回事 东明虚黄摇头 古老时代没落的缘由 我也不知 身在其中又怎么知道 阴河没落呢 至于望仙台的来历嘛 我倒是知晓 此地是玄都玉京山坠落 大罗道境碎片形成的一个 独特空间 徐应参悟了玄都玉京山的天地大道 极为玄妙难懂 哪怕是他觉醒了第一室的相关记忆 哪怕有道数的反捕 他也未能将这片道场的大道摸清 这里的天地大道太高等 超出他目前的认知 大罗道境碎片形成奇异的望香台 他便看不透 他距离大罗道境太远 他所能参悟出的只是玄都玉京的冰山一角 徐应又问 敢问徐皇大道君何在 是生是死 东明徐皇说道 大道君不在此界 至于生死嘛 我也不知 徐应微微皱眉 太清道人也说道祖不在此界 生死不知 那么 大道君去了何处 徐应追问 东明徐皇抬手指了指天外 彼岸 徐应呆了呆 彼岸不就是挪石连接的洞天吗 前往彼岸根本不难 只需从洞天中穿过 便可以到达彼岸 倘若仙界也是彼岸 进入仙界应该也不难 修炼到飞升期渡劫飞升便是 何至于让这些古老存在 孜孜不倦的去寻找 东明徐皇毕竟只是天地元神 所知也不多 在我那个时代 许多古老的存在都有所感应 纷纷动身离开此界 去寻彼岸 只是他们这一去便再也没回来 是生是死 谁也不知 徐应正正出身 那些古老的存在到底去了何地 他们口中的彼岸 与挪石和炼气石的彼岸 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那个大雷音寺年轻的僧人口中的逃离彼岸 又是要逃离什么地方 他摇了摇头 振奋精神 我还有一事劳烦道兄 我想在旺乡台寻找一个人 东明徐皇惊讶 你之前来这里也是为了寻人吧 我还是小树苗时听你说起过 这么些年过去了 你还没找到那个人呢 徐应摇了摇头 心中有些失落 看来他猜测得没错 父亲在这里躲避了雷部的搜捕 便静子离开 时过境迁 他到底去了何处呢 你身边的那口大钟来寻你 说是你身边的几位 在太阳关吃了亏让你前去 我让你身边的宠母带你去了 西爷 金爷他们又惹出什么事了 还有 太阳关是何处 太阳关是妖族镇压敌人的关爱 便是元寿世界的那轮太阳 料下那里出现了一些动静 不过我给了那宠母一点好处 他们足以化险为夷 而且 以我之见 太阳关对他们来说 是一场大机缘 无需担心 徐应听他这么说 稍稍放心 东明徐皇起身 徐小友 该离去了 旋渡玉京山恢复完整 恐怕会有一场劫难 小友留在这里 我唯恐会连累你啊 徐应其身告辞 东明徐皇一路相送 如今旋渡玉京山尚未恢复 待到道树复苏 道树下形成大螺天 小友再来便可参悟出 旋渡玉京的奥妙 只是现在还不成 这次要等多久 上次要等四万八千年 是因为有 紫游明刀的镇压 道树无法成长 倘若我可以度过此节 并没了得这么一些 我的八珠道树 成长速度更快 短则三五百年 长则三五千年 便可恢复了 道兄留步 将来我再来此地 向道兄请教 小友请便 东明徐皇 微微浅身 徐应向望向台走去 没过多久 突然听到一阵 沐鱼的敲击声 徐应心中微动 他来到此地时 也听到了沐鱼的敲击声 他抬头看去 果然又看到了那座山 和山上的骨叉 但并未看到 骨叉外的僧人 沐鱼一声 从前方传来 徐应心中微动 走上前去 果然看到那僧人 坐在路边 一边敲着沐鱼 一边等候 那僧人 滋疑不邪 破败不整 起身说道 小僧道元 许施主 是否从须弥山过来 是否进入过 大雷音寺 徐应停下脚步 惊讶 法师如何知道 我去过那里 许施主来时 我便见到 施主真火中藏有一朵 无明夜火 已经焚烧了多日 此火不是反火 也不是真火 更不是鲜火 天火 乃是夜里形成的火焰 当今世上 已无真正的佛门 这朵无明夜火的造语极高 只有大雷音寺的邪佛 祭菩提才有这个手段 因此有此疑问 徐应心中凛然 那尊邪佛手段高明 在他身上留下无明夜火 他竟一无所绝 道元法师叹了口气 这尊邪佛 乃我师叔祖 诸佛离去时 唯独我留下 便是担心今后世上没有佛门 他若是出来作恶 只怕无人能治 天地腐朽 我无法自保 所以只能借妄想台藏身 侍主 我先帮你逼出他的无明夜火 伴随着沐鱼声响起 道元法师身后 突然浮现出一尊 大佛元神 高约万丈 通体佛光缭绕 周身缠绕着无数繁文精卷 围绕周身飞舞变化不断 道元法师再敲一尽沐鱼 身后大佛元神四周 浮现出万千古佛的虚影 坐落虚空 凡音大作 第八百一十七集 佛祖念诛 沐鱼声再度响起 突然如同敲击在徐映的心灵之中 佛音震倒 一团无明夜火从徐映心底飞出 夜火中传来大雷音似邪佛的声音 道元万千佛陀 军已入命 佛门只剩下你一个徒旅 凭你还想镇压我 徐映毛骨悚然 邪佛祭菩萨竟然真的把一团无明夜火藏在他的体内 徐映心中暗想 还好我这段时间未曾受伤 倘若受伤 只怕便会被邪佛用夜火烧死 道元法师充耳不闻 不断敲击沐鱼 身后万佛显得愈发真实 无明夜火在沐鱼的敲击下越来越小 邪佛祭菩提冷笑 道元 你身后的诸佛都已死亡 没有一个真实 看似强大 实则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待我脱困 第一个杀你 只听赌的一声 无明夜火熄灭 徐映向道元功身道谢 道元法师还礼 道友无须可及 镇压师叔祖本是我的本分 只是他说的没错 我原本可以借来诸佛的力量 镇压他 但现在连炼化他的无明夜火 也有些困难 诸佛只怕真的过去了 他微微醋眉 这些日子我心神不宁 恐怕祭菩提会逃出封印 我需得亲自前往须弥山 镇压他 徐映心中微动 想起先河童子下界之事 法师要当心先界帝君 据我所知 此人打算释放出祭菩提 他将自己在须弥山 大雷音寺就职封印 祭菩提的前因后果 说了一遍 又提及先河童子下界一事 道元法师面色凝重 向徐映攻身拜谢 镇压祭菩提是我分内之事 没想到让许道友替我分忧了 若非道友夺走那先河童子的画卷 只怕祭菩提已经脱困 他取来一串佛珠 郑重万分地交给徐映 祭菩提与你沾染因果 我唯恐他再多害你 这串佛珠 是佛祖所留的法器 道友先带在身边 徐映原本打算不收 道元法师面带微小于衣重心肠 徐道友 我若死在徐弥山上 这世上能够镇压祭菩提的 便只有道友你一人了 你若是不收 让我如何敢放心离去 徐映正住师生说 你还打算去徐弥山 道元法师将佛珠塞到他手中 诸佛离去 镇压祭菩提便是我的责任 小僧则无旁贷 说吧 这僧人转身上山 来到那座古叉 向四方拜了拜 朗生说道 多谢诸位道兄 这些年的担待 孝僧而今 去撂断因果去一言 望向台中 四周天地寂寂 只有几个古老的神石 缓缓苏醒 仿佛很是羡慕 在空中嗡鸣 大法师辞去 可以一身轻松了 险煞我等 那座古叉和灵山光芒大放 随即破空而去 消失无踪 许映手中抓着那串佛珠 目送古叉陵山远去 心想 道远法师此去 但愿能够震入祭菩提 否则 这尊邪魔出使 便是我的责任了 他微微皱眉 上次帝君派先赫童子下界 释放祭菩提 虽说被他破坏了大忌 但是帝君肯定还会第二次派人前来 道远法师的实力深不可测 一定不会有事 他握着佛珠 内心变得平静 仿佛有一股清清凉意 从顶门罩下 一直流到脚底板说不出的舒适 过了片刻 让他大脑清明 思维清晰无比 慌伤历哀暴虐 避婚八个仙道符文 对他的影响也降低了不少 这串佛珠当真不烦 许映惊讶 一路握着佛珠 向望向台外赶去 突然他眼前晃动 再度进入大雷音寺的黑暗时空之中 那年轻僧人出现在黑暗中 像是琥珀中的蚊虫 被凝固在时空身处 动弹不得 许映观察那年轻僧人 只见那年轻僧人 应该很久没有动弹过了 僧人伸出手 凝固在那里 这几个月应该没有移动半步 他逃不出黑暗时空了 许映黯然 就在此时 突然他手中的佛珠 哗啦啦的抖动起来 许映惊讶 只见自己的手中佛珠 变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长 探入黑暗之中 一颗颗抖动的佛珠 仿佛一串巨大的星辰 深入黑暗时空 在时空中震荡 延伸 向那年轻僧人而去 徐映眼睛一亮 说不定这串佛珠 能够将那年轻僧人救出 佛珠是佛祖 留给道远法师的宝物 在此次大放威能 应该便是为了 营救这个年轻僧人 然而佛珠的威能 绽放到极致 离那年轻僧人 还是有一段距离 年轻僧人 始终无法抓住佛珠 徐映健壮 也鼓荡法力 灌入佛珠之中 让佛珠再度延伸 佛珠哗啦啦抖动 进入黑暗中的佛珠 更像是无比庞大的星辰 来到年轻僧人的身前 徐映微微皱眉 已经将修为提升到极致 然而 那年轻僧人 还是无法进入星辰之中 可惜 道远法师不在这里 倘若由他来催动佛珠的话 一定可以救出那个僧人 突然 徐映眼前时空晃动 从黑暗中回归现实 他手中飘荡的佛珠 也哗啦一声落下 徐映思索 我未曾祭恋过慈宝 佛珠的威力 无法发挥到极致 倘若我是一叶祭恋 说不定便可以让慈宝 接触到那个僧人 将他解救出来 过了小半日 徐映终于走出望乡台 来到奈何桥上 孟婆还在桥上卖茶 见到徐映有心不理 但是徐映已经走来 孟婆哼了一声 淡淡说道 老神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要来找我 徐映手握佛珠 孟婆灌了我四万多年的孟婆汤 这件事就算接过了吗 孟婆大怒 先进来课要我的迷魂汤 我能怎么办 半康先进吗 下一刻就死掉了 老神身为阴间五巨头 还没有其他四巨头那么愚蠢 徐映文言不由恶然 五巨头从何说起 他心想着 但是呢 他也没有重提恩怨的意思 孟婆 我想知道北帝的下落 孟婆警觉 北帝 我不认识 你灌了我四万多年孟婆汤 我与你仇身四海 孟婆冷笑 许家子 你莫非以为老神怕了你 你就算实力大尽 也未必是我的敌手 虽然仇身四海 但是你这四万多年 用假孟婆汤糊弄仙剑 我内心之中其实是很感激你的 感受我若是被俘 一定不会把你供出去 孟婆的脸色阴晴不定 两只手捏拳 捏出青筋 过了片刻 她舒展拳头 取出一片树叶 抛在水面上 颓然说道 你站在这片树叶上 树叶自会带你去见北地 徐映攻身撑血 纵身跃下奈何桥 落在树叶上 树叶越来越大 化作一叶偏周 载着徐映飘荡而去 徐映突然心中微动 望向天空 只见天空裂开 一片仙家公雀映入眼帘 仙光动罩下来 直指望向台 一尊尊仙人数以万计 对裂整齐 结成阵势 共计有三十三重 惊奇飞舞 阵阵恐怖的纤维滚滚而下 下方便是望向台 玄都玉京山 奈何桥上 孟婆也看见这一幕 脸色顿便 嘀咕道 货兵屈黄算什么本事 有能耐 先把那小子给干掉 不干掉他呀 还不知要捅出多少篓子 你们这些仙人 就是在他屁股后面 不窟窿的 第八百一十八集 挥拳斩神王 干掉雪印 凡间就能平安太平 古神们似的安稳 古老时代残渣不起 诸仙高枕无忧 但雪印这个小鬼 还能四处蹦跶 恐怕是仙界有些人 不想天下太平啊 孟婆收回目光 低声说道 天下太平了 还怎么立功 没有功劳 还怎么往上爬 上头不死几个老对头 也没有位子往上爬 唉 有人野心勃勃呀 徐印站在树叶之上 树叶随奈何漂流 只见望乡台中 巍峨的倒数匆匆欲 拔地而起 旋徒玉京山越来越高 越来越巍峨 环绕旋徒玉京山四周的望乡台 突然有一块块巨大的残片 也跟着飞起 那是八方大罗的残片 当年旋徒玉京山坠入阴间 大罗碎片散落在奈何的一侧 形成一条狭长地带 许许多多强大存在 发现此地有非凡功效 于是各自潜入此地 隐居下来 久而久之 形成了望乡台 甚至连一部分仙界的强者 也知道望乡台 在斗争失败 往往会逃亡此地 因此 望乡台的天空 才会千疮百孔 此时 旋徒玉京山的倒数光芒璀璨 将那些破碎的残片寄起 隐居在望乡台中的老怪物们 哪里还能坐得住 徐映仰头看去 一尊尊无比强大的身形 也从那些望乡台碎片中 腾空而起 古老的时空 沉寂的大道 早已长满各种 诡异植物的道场 纷飞运转 甚至 还有遍布秀记的青铜仙殿 破破烂烂的古传 破损的仙气 这些原本属于仙界的东西 此刻也各自绽放威能 共同拱卫 玄都玉京山 万千古老而可怕的存在 环绕在玄都玉京山的四周 而七宝宫的道树下 东明虚黄毅力 仰望天空 天空破裂 巨型漩涡的另一端 仙界展露出 猙獰的爪牙 三十三万重 万仙大阵催动 毁天灭地的气息 从另一个世界轰下 这一刻 漩暮的光芒 洞穿天幕 照耀的奈何 也无法呈现出 原来的形态 而现出本体 一条由无数亡灵的魂魄 组成的浩瀚大河 漂浮在宇宙星空之间 串联着万千世界 无数巨大的星球 飘荡在亡魂河流的四周 孟婆那无比庞大的 身躯遮天蔽日 坐镇在奈何 连接一个个世界的河口 所有亡魂都要经过此地 才能进入阴间 而许英此时 正飘行在星空之中 从一个世界的奈何 进入另一个世界奈何 光芒落下 朱伟辱往香台 许英的眼睛 被刺激得酸胀流泪 看不清事物 带到这炫目的光芒过后 这无比壮观的一幕 才从许英的视野中消失 奈何又恢复如常 孟婆真强啊 许英心中赞叹 此等法力 我未必是她对手 不过 应该相差不算太远 她望向望向台 那里的天空 还在震荡不休 一股股可怕的 威能向下冲击 却距离她越来越远 仙界似乎对 东明虚黄极为重视 不想看到她复生 因此调动的力量 规模也是极大 然而许英看了片刻 也不禁有些狐疑 仙界既然已经调动了 三十三重天的大阵 三十三座万仙大阵 那么为何始终没有类似 帝君那样的高手 主持阵法 主动出击呢 她大惑不解 倘若真的想除掉 东明虚黄 肯定要高手进出 然而 仙界调动的人马虽多 但是帝君那样的高手 却不出面 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 她忽然又想起 道企之地复苏一事 一千三百先起 镇压道企之地 带到太清道人附生 一千三百先起的主人们 也是象征性的 攻打道企之地 然后便掩其息骨 这些表现都着实古怪 处处透露着可疑 许英突然露出笑容 自言自语 看来有人想搞大事情 那片树叶 载着她越走越远 驶过一片片陌生的山河 这些山河 其实是不同世界 奈何在不同世界的阴间流淌 主干和致脉四通八达 形成诸天万界的庞大网络 进入诸天万界的渠道 有很多种 天路灵根 苍无之渊 昆仑 围须 神秘海 和第三天官 都可以通往其他世界 奈何 也是其中一种 只是 没有孟婆的手段 休想摸清自己进入的是什么世界 许英站在河面上 从一个个世界中穿过 心中感慨 诸天万界的广大和孟婆的神力 孟婆掌握奈何 万界众生祭祀的香火源源不断 虽然当年比不上阴间四巨头 但是四巨头死了六万多年 孟婆这段时间却依旧在吸收香火 许英心想 以孟婆的实力 应该可以与四巨头并列了吧 她从未见识过阴间四巨头真正的战力 但是孟婆的法力的确让人佩服 过了不知多久 许英脚下的树叶渐放慢速度 驶入直流 向一片古老大陆中拾去 许英心中微动 北地应该是隐藏在这个世界 不知是在阳间 还是在阴间 奈何在这里分散开来 有着万千之流 连接着一个个城市 接引盲魂 树叶的速度越来越慢 突然一股恐怖的气息 自上空传来 许英仰头看去 便见两个伪暗的身影 压垮了天空 从阳间坠入阴间 五三四 你好大胆子 竟然敢追杀我 追杀到我的世界里来 天空中 外神神王 玄天身躯为岸 强大无边的神力 扭曲了阴间的天空 呵呵笑着 我在死荒世界 经营四万多年 得亿万人香火供奉 神力无双 更练就天道神器 五岳仙山 修成五岳仙道化身 你拿什么跟我斗 他画银刚落 但见天空剧烈震荡 五座形如心肝皮肺肾的仙山 从天而降 香火浓郁 神力缠绕仙山 那五座仙山上 各有一尊神王毅力 模样与玄天神王一模一样 他们便是玄天神王 五岳仙道化身 因为五岳仙山分属五行 心属火 干属木 皮属土 肾属水 肺属金 因此 这五大仙道化身 又叫五行化身 玄天神王练就的五行化身 掌握五行神力 此刻仙山和化身一起降临 滚滚神力自天空压下 他对面的正是帝君弟子吴三四 在仙界也是鼎鼎有名的高手 奉帝君之命 下界辅佐玉川公子 他自展修为下界 来到下界后又再度度劫 成为仙人 却不飞升 两人一路好斗 从望香台杀到四荒世界 五三四原本大战上风 但是到了四荒世界后 玄天神王竟然反败为胜 修为实力暴增 一举将他压下 第八百一十九集 挥拳斩神王 五三四面色凝肿 望向五岳仙山和仙山上的五尊神王化身 他非常谨慎 这五岳仙山 莫非便是许英的采气境界炼制而成 那五岳仙山按照西夷之域的五行排列 五大神王化身各自气息滔滔 将四周时空封锁 布下五行截阵 此阵与仙界的五行阵不同 乃是运用五行之力操控天节 让杰威化作自己的力量 以此恋死对手 此时 天空中节云密布 越来越低沉 无数道雷霆如龙般在云层中穿梭 玄天神王身上伤口颇多 先前受伤很重 闻言笑道 没错 当年我奉命与其他神王 率领天道世界的诸神堵在天路上 立下赫赫战功 那一战 我天道世界死伤惨重 连玄霄神王也死了 但我幸存下来分宝时其他神王 先王先人都以为境界越高威力越强 但唯独我知道许应最强的还是他的采气境界 这个境界是大道之机 他修炼最久 所以我取了他的采气境界炼制成宝 那许应尚未死亡 你用他的境界炼宝难道便不怕他将此宝收走吗 许应 哼 玄天哼了一声 五大神王化身各自催动天道神通 顿时五行结阵启动 天空中神雷落下 与五大神王化身的掌力结合 五大神王化身扯着风与雷点 同时攻向五三四 五座仙山迸发仙道威力 神力也同时运转 齐齐向五三四压去 五三四功法神通催发到极致 但那五座仙山压来 力量压在他的肉身原身上 让他扛着五座山 再去与玄天神王的五大化身抗衡 可想而知 这一战对他是何等不利 五座仙山飞舞 五大化身身形纵横 道道天雷从仙山之间穿过 与化身掌力结合 力量之强让五三四也大敢吃力 五三四催动仙道道场 强自支撑 突然玄天神王杀入道场 五三四顿时再难支撑 几招下来 便被打得连连可血 就在这时 新月仙山突然旋转飞去 坠向下方 玄天神王冷笑 哼 帝君真是好手段 竟能夺取我的法宝 五三四心中纳闷 但是少了一座仙山 让他只觉得压力一轻 便见另一座废月仙山 也自坠落下来 让他压力再度降低不少 玄天神王攻势更猛 五大化身 催动五星结枕 攻势越来越猛 突然 慎月也自掉落下来 坠入下方的奈何 玄天神王面色凝重 突然纵身一跃 跳出五三四的道场喝道 是哪位道友 在于本座开玩笑 那奈何河面上一片黑暗 只有鬼火悠悠 四下飘散 三座仙山便漂浮在河面之上 随风浪起伏 玄天神王让自己的五大化身困住 吴三四 免得这尊仙人跳脱 眼中神光四射 乡下扫去 他的眼中神光乃天道神光 目光所及 一切被照得通透 然而没有任何发现 他试图召回那三座仙山 然而那三座仙山似乎也失去了感应 他留在仙山中的烙印 似乎也被人抹去了 我的烙印当然不可能被人抹去 玄天神王眼中神光四下扫射 造成这种原因的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便是对方修为实力超越我太多 直接抹去我的烙印 第二种便是有人用一宝屏蔽了我的感应 第三种可能便是许英藏在下面 夺取了仙山掌控权 第一种最是不可能 因为他虽是神王 但是实力比仙王也不逊色 那么只剩下两种可能 玄天神王冷笑一声 催动剩下的皮月仙山和甘月仙山 两大仙山散发出滔天神力 迸发阵阵纤威 向下方的奈何和面轰然压下 此地乃是我四荒世界的阴间 徐英怎么可能寻到这里 所以下方评比我感应的 定是一件了不起的宝物 给我出来 那两座仙山威力越来越强 尚未落在水面 变压的四周山巒不断炸开 亡魂纷纷化作积粪 终于奈何和面上一座巨大的宝物 显露星体 浩浩水火涌出 形成汪洋和火海 旋转开来 化作水火太极图 迎上两大坠落的仙山 果然有宝物 玄天神王向下飞去冷笑 给我破 皮月仙山和甘月仙山轰然砸落 将那水火太极图砸得支离破碎 玄天神王哈哈大笑 双臂扬起 不管你是谁 敢抢我仙山都得死 起 他抬起双臂 高声爆喝 然而肺月 心月和慎月三大仙山并未飞起 非但这三座仙山没有飞起 甚至连他刚才记起的皮月和甘月两大仙山也未曾听他号令 这两座仙山向河面坠去 河面上有一口大顶 弥漫天道威严 正自吞吐水火 刚才被两大仙山压碎的水火太极图被收入顶中 那两座仙山也坠入顶中一动不动 玄天神王脸色微扁 这口大顶 起 他曲起手指连连招动 然而五座仙山纹丝不动 起 起 起 玄天神王再招 突然五座仙山飞起 按照西夷之遇的五行排列 玄天神王心中一喜 但随着五岳仙山一起飞起的 还有那座水火混天顶 五座仙山来到他的对面 漂浮在空中 水火混天顶 漂浮在仙山后上方 玄天神王缓缓抬起头 看向对面 只见一座十二重楼出现在混天顶的上方 光芒渐渐亮起 照亮了上方的摇池 玄天神王抬起目光 看到了摇池上空的第三天官 这些威力恐怖的宝物 组合依循着奇特的韵律 像是处在一个无形的西夷之狱中 他眼角剧烈跳动一下 低声说道 第三种可能 他看到了漂浮在他前方的一个细小身影 徐应 玄天神王怒吼 奋力召回自己的五形化身 但他五形化身被吴三四道场困住 一时间无法冲出 徐应身形移动 一拳轰出 五月仙山 水火混天顶 十二重楼 仙道摇池和第三天官同时大放光明 三大仙界洞天 卷动少年身后的天空 从天而降 连接他的肉身 无边的力量随着他而涌动 拳锋刹那间来到玄天神王面前 玄天神王仓促之间 抬起右掌护在眉心 啪了一声 他掌心炸开 掌心中 只骨被一拳打穿 那细小的身影从他掌心穿过 玄天神王眉心血光炸开 下一刻 他后脑炸裂 血光与一个细小身影一起冲出 血洒天目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择日飞升 由头驼渊和一大群培音小伙伴 联合制作 大家都说这本书听不懂 听不懂就硬听 硬听还不懂 就再听一遍 谢谢 第八百二十集 血不会杀了你 玄天神王脑袋前后透亮 伤口前小后大 伴随着徐英意气飞出的还有巨大的脑壳 但是即便如此 他依旧未死 他已是修行法力凶魂 天道造诣极高 远非如今天道世界的神王所能比 尤其是被贬入凡尘之后 在四荒世界苦心经营 感悟天道 虽然没有尽得天道的奥妙 但是也非同小可 虽然他是人造神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他已经可比原始神灵 他头脑伤口处血肉翻飞 飞速生长 尽管不如泥丸弓动天的生机强大 但也非同小可 同一时间 他的五大化身也已经扑来 五行结阵已经铺开 天空中神雷滚滚 一道接着一道 落在五大化身的掌心 掌心排山倒海涌来 与此同时 四周的天空大地形成天道道场 数不清的符文漫天流转 演化天道囚龙 玄天神王调动天道神力 准备施以最强一击 然而许应在半空中转身时 剑光一起 那是诸仙残剑的光芒 带着弥天之死意 从他先飞的后脑勺处刺入 剑中死意迸发 四周天空中不计其数的天道符文 突然断裂炸开 五大化身的掌力突然溃散 神雷失控 五大化身恐怖的掌力 甚至撼动许应细小的身躯 五行节阵的威力可见一般 玄天神王的双眼瞪圆 眼中神采飞速流逝 他的肉身原神大道神石 通通被诸仙剑一所斩断 玄天神王五大化身 突然失去了一切生机 轰然炸开 化作滚滚的香火之气 香火之气较重 向下坠一去 没多久便坠落在奈何上 佩然又生 流向四面八方 许应松了口气 玄天神王那庞大的尸身坠落 眼中一片茫然 他至死也未曾明白 自己为何会死得如此之快 玄天神王当年乃诛杀许应的强者之一 分割许应的境界 如今死在许应之手 也是死得其所 并不冤枉 吴三四的声音传来 许应转过身去 只见吴三四取出玉瓶 飞速扶下几粒 丹药 那丹药不只是和物炼制而成 芬芳扑鼻 有仙灵之气缭绕 竟比仙药的效果还要好 许应平息鼓荡的气息微笑 你为玄天神王中创 我却杀了玄天神王 孰强孰弱 一目了然 你为何还不逃 吴三四诗声笑道 我为何要逃 我为何要逃 就凭你偷袭之下杀了玄天吗 他淡淡一笑悠然 玄天在没有五岳仙山 没有大化身 又是被偷袭的情况下 杀他的确不难 换作是我 只会更加简单 许应声色俱力 哼 简单 你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炼气士吗 实话告诉你 我之所以能杀他 靠的是我身后的五大重宝 这五大重宝 相当于我多出五个境界 五岳仙山 相当于多出彩气境界 水火混天顶 相当于多出教练境界 十二重楼 多出一个重楼境 仙道摇池 多出摇池境 第三天关 多出扣观景 这些是我第一世的境界 知道我第一世吗 杀你这样的先王 如土狗一般 吴三四任由他说下去 好整以侠的调理气息 他刚才被玄天神王所伤 尽管扶下仙丹 但是也需要时间催动要力 我这五大境界 都是经过先王级存在的锤炼 他们用四万多年 想方设法提升这些宝物的威力 最终成全了我 不仅如此 我还开辟了三大仙界洞天 这是无人能及的成就 这三大仙界洞天带给我的提升 也相当于一个大境界的提升 你觉得我杀玄天神王 还是偷袭吗 吴三四微微一笑 你生力内忍的样子 真是可笑 徐映 你已经被我看穿 帝君吩咐 要得到开辟仙界洞天的那个人 还吩咐 要练死你 你觉得 我会被你支言片语虎住 放过这个机会吗 徐映烟角跳动 你大可以试试看 你别忘了 我还有一口残剑 可斩你师尊帝君的紫幽明刀 我还有一口银镯子 吴三四叹了口气 直接攻上前去 你已经技穷了 他气息爆发 道场层叠扑开 向徐映滚滚碾压而来 正是帝君一脉的神通 九重道场 他将徐映拉入自己道场 身形一闪 便来到徐映的眼前 一招十地云台 一掌拍置 道链纷飞 仿佛承载十方世界 突然 徐映摆脱九重道场的镇压 身形如鬼魅般闪动 双手翻飞 闪电般点出 击中他的道链节点 他破了我的神通 吴三四顿绝道链 不断瓦解 心中一惊 徐映的手掌 已经落在他的胸口 咔嚓咔嚓的 吴三四听到自己胸骨断裂的声音传来 立刻身形向后飞速退去 试图拉开与徐映的距离 同时换作九霄神雷尹 准备在远距离 以神通将徐映轰杀 他将徐映抛下的一瞬间 突然徐映头顶一道轻气飞出 三个徐映出现在他的面前 身形翻飞 同时向他攻去 九霄神雷尹 顿时告破 吴三四被三个徐映的八荒链 日炉神通相继印在胸口 直觉体内火力熊熊 肉身元神都要被点燃 他怒吼一声 身后元神脚踩红无出现 俯身下探 巨大的手掌催动 十地求魂掌 万里方圆一切忧魂野鬼 通通被他一掌镇压 但是下一刻 徐映真身感知 与三大天地元神 合力接下这一掌 破了他的十地求魂掌 吴三四元神 右手折断 痛扯心扉 本期故事已经讲完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 请给我们五星好评 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谢谢 欢迎订阅